汪明泉,阿姐,三日现身拍摄广告,提到郑少秋,秋冠,大女儿近日亲生一世,阿姐表示她也是看报道才得知事件,知道她有个大女儿,先等她静下,两公婆商量下,子女事情都麻烦的,又不是一起住,看顾不得这么多,而且女儿都很大已经55岁。 郑少秋在未婚前与圈外女友卢慧如拍拖三年,二人于1968年诞下女儿郑安怡,日前郑安怡在美国自杀身亡,终年55岁。 汪明泉表示郑少秋习惯不接电话,顾未必会致电未问,之前我们想找她来谎演唱会,她都完全不听电话。 有没有私底下联络?没有,饮茶都没有,拍完戏大家各自过,登台时候就会见到。 她坦言不清楚郑少秋的大女儿是否有情绪问题。 问到郑少秋的另一女儿郑欣怡,Joyce,近日情况。 阿姐说,其实跟她都少联络。 之前传她有病,我见她是瘦了很多,还以为她减肥。 不过我有朋友都跟她熟,知道她没什么。 两个女儿先后出事,但不担心秋冠顶不得住,我想她不会,她都这么大个人, 她懂得处理,加上她是大侠吗? 之前,郑少秋女儿郑欣怡在参加某音乐节目时坦白了自己渴望结婚的念头, 并且还给未来十年的自己送上了一句话,曝光了自己的婚姻观、生育观,引发网友热议。 节目中,郑欣怡聊到了很多自己的经历,从读书时期聊到了对未来的规划, 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,郑欣怡透露了自己的婚姻观,她表示自己想要一个听话的老公,还笑着说要动乱。 从郑欣怡的这一番言论中可以看出,三十多岁的她真的恨嫁了。 这一消息曝光后,评论区的网友们也炸开了锅,有粉丝表示自己也希望郑欣怡能够快点生孩子, 还有网友认为以郑欣怡的条件想要找到对象恐怕很难。 郑欣怡本应是天之娇女,因为她的父亲是著名影星郑少秋,年轻时是标准的美男子, 她的母亲是影坛大姐沈殿霞,走喜剧路线,非常有观众缘,人送外号,飞飞。 1974年,郑少秋与沈殿霞相识,谁也没想到,外形和家事都不匹配的二人,竟然会走到一起。 当大家得知她和沈殿霞在一起时,都颇为诧异,有人说,郑少秋是看中沈殿霞的名气,为了尚未和陈明,才和她在一起的。 无论如何,这段充满争议的爱情,出乎意料地修成正果了。 1985年,郑少秋与沈殿霞正式结婚,两年后,两人的女儿郑欣怡出生。 沈殿霞在圈内人员很好,所以郑欣怡出生的时候,大半个娱乐圈的人都到场祝贺。 如果郑少秋没有出轨的话,也许,郑欣怡会在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,在将来遇到感情时,也不会这么恋爱闹,患得患失。 然而,一家人平静幸福的生活,终究还是被郑少秋的不安分打破了。 其实沈殿霞一直知道,郑少秋是一个风流的人,可他爱她,愿意给她机会,也愿意为她做任何事,心甘情愿和她在一起,跟她结婚生子。 沈殿霞本以为,在有了女儿后,郑少秋能改掉风流的毛病,回归家庭。 但他没想到的是,结婚后的郑少秋不仅不知悔改,反而变本加厉,和外面的女人纠缠不清,一直有来往。 于是,在女儿郑欣怡八个月大的时候,沈殿霞选择和郑少秋离婚,放她自由。 离婚后,沈殿霞一个人带着女儿,郑少秋很快就另娶他人,自始至终没有尽过做父亲的责任。 由于家族遗传,郑欣怡继承了母亲的胖体质,从出生开始就比一般小孩要长得胖。 因为这,她没少遭人笑话,加上从小缺乏父爱,养成了她自卑敏感,经常换得换尸的性格。 或许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,导致了她日后对待爱情,非常卑微。 郑欣怡跟着母亲生活,在加拿大温哥华成长及接受教育,直至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,后又转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金士顿的女王大学继续学业。 在国外读书这些年,郑欣怡和父亲郑少秋见面的次数少得可怜。 除非是像毕业典礼,或者是出道仪式之类的大事情,郑少秋才会破天荒去看郑欣怡一次。 虽说缺乏父爱,但好在有母亲无为不至的照顾。 在母亲的照顾下,郑欣怡不用为物质发愁,从小多才多艺,尤其是在唱歌方面,颇有天赋。 上中学那回儿,郑欣怡正值发育期,因为遗传基因和体质的缘故,青春期时她的体重突破了200斤,被同学嘲笑,这让郑欣怡很受伤。 为了闯娱乐圈,为了不失礼巨星妈妈,郑欣怡的减肥,抗争史,长达10年,她还担任了修身堂的瘦身代言人。 经过多年的努力,郑欣怡成功减去了一半的体重,从232磅减至137磅,推出了一首广告歌曲名为《想飞》及EMTV,并出版了《减肥日记》而受到媒体关注。 瘦身成功的她,以JCI知名与林鲍林合作,组成了组合,在网路发表了二人创作的歌曲,得到了歌手侧田,DJ周国锋及华纳唱片高层陈志光的好评,从而签约唱片公司,进军娱乐圈。 进军娱乐圈后,郑欣怡发表了不少专辑,拿过不少金曲奖,也出演过一些影视作品,不过都没有激起太大水花。 而且比起作品,人们似乎对她忽胖忽瘦的体重,和卑微的情史更感兴趣。 也许是自小在国外念书的关系,郑欣怡交往的男友,大多数都是外国友人,并且她每次谈恋爱都毫无保留付出一切,换来的却是遍体鳞伤。 2006年,减肥大有成效的郑欣怡终于邂逅了自己的爱情,与一位外国友人谈起了恋爱。 恋爱没多久郑欣怡就和对方感情迅速升温,以老公老婆相称,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。 可惜,不是所有的初恋都是美好的,这种甜蜜的感觉持续没多久,郑欣怡就发现,对方是双性恋,和自己恋爱只是为了打掩护,不死心的她还想着把初恋男友掰直,结果惨遭对方分手。 乌漏偏逢连夜雨,刚被初恋男友甩的郑欣怡,又遭遇了母亲生病。 也是在2006年,母亲沈殿霞生了一场大病,身体状况时好时坏。 19岁的郑欣怡独自一人撑起了这个家,那段时间,她一边要照顾生病的母亲,一边要安慰外婆。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沈殿霞的病情反反复复,每况月下。 2008年,遭遇病魔折磨近两年之久的沈殿霞在医院病逝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沈殿霞去世的时候,为女儿郑欣怡留下了6000万的现金遗产,但规定要等她年满35岁,才可以继承。 失去母亲以后,郑欣怡和父亲郑少秋关系有所缓解,或许是只剩下一个知青在世,她不想再计较太多了。 除此之外,郑欣怡也很争气,她自己发专辑,演戏,自力更生,听母亲的话,做一个有用的人。 如果不是遇人不输,也许郑欣怡能发展得更好,可惜她再度上演了恋爱脑,为了谈恋爱,变卖母亲的遗产,还被人诟病是败家女。 在郑欣怡的母亲沈殿侠生病的那段时间,郑欣怡认识了一个叫马克的加拿大外国友人。 马克帮着郑欣怡一起照顾沈殿侠,陪着她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间,两人也发展成了情侣。 母亲去世后,郑欣怡把男友看成了自己的依靠,只是,这个依靠未免太不靠谱了。 据说马克是个无业游民,平日里没少花郑欣怡的钱,那时候沈殿侠还在, 她只能装装样子,没那么过分。 看到沈殿侠去世,马克立马暴露了自己的贪婪本性,她很喜欢买名牌,平时昂贵的花费全由郑欣怡买单。 不仅如此,马克还让郑欣怡掏钱买房。 尽管衣食住行都是花郑欣怡的钱,可马克仍不满足,她知道郑欣怡对自己死心塌的,言听计从,于是略施小计,骗光了郑欣怡的存款,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。 被男友骗光前的郑欣怡穷困潦倒,最困难的时候身上仅有26元钱。 吃一折肠一致并不适合所有人,尤其是像郑欣怡这样恋爱恼的女人。 继马克之后,郑欣怡又交往了一个男友,依然是飞蛾扑火,毫无保留。 2012年,郑欣怡在拍摄MV时,搭上了韩吉南摩崔豪静,随即传出恋爱绯闻。 郑欣怡与她在一起的时候,极度不自信,为了能配上男友,她疯狂减肥,想方设法讨好男友。 只要男友一句话,她什么都愿意去做,卑微到尘埃里。 这样不对等的爱情,到头来也只是郑欣怡自己感动自己罢了, 崔豪竟没在她身边停留多久,就潇洒离去了,徒留郑欣怡原地伤心。 要走出上段恋情的最好方式,要么靠时间,要么靠新欢,郑欣怡选择的是后者。 2013年,郑欣怡因机缘巧合邂逅了一位摄影师, 郑欣怡表示这位摄影师喜欢的是自己的内在美,而且不嫌弃自己胖, 因此她对这段感情十分走心,很感激对方喜欢不完美的自己。 两人在一起两年多时间,期间分分合合,2015年,南方提出要和郑欣怡分手。 为了挽留男友,郑欣怡不惜卑微下跪求她别离开自己, 可惜南方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分手后的郑欣怡一蹶不振,用她的话来说就是, 人生没了自己照镜子都认不出来。 到了2022年,郑欣怡又有了新欢。 据了解,她现在的新欢叫德里克, 对方比郑欣怡大四岁,曾在英国留学,口才了德。 双方是因为养狗而产生了共同的话题, 最终南方夺取了郑欣怡的芳心,才低调发展成为了情侣。 只希望郑欣怡不要一股热,被有心之人骗了, 像过去一样遍体鳞伤。